大家好 最近很多人被这个Coronavirus而影响到的心情 然后生意也下跌了很多 现在我想给你五个方法 五个步骤 怎样不会给这个Coronavirus影响到你的心情 第一 不要整天scroll Facebook News 不要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都在scroll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每一个news都是很负能量的 你可以要知道那个news可能就是一天只看一次或者两次 你就得到你的news了 所以不要整天scroll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我整天scroll 我觉得我的正能量跑掉去 第二 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 你都要想不一样的方法来做现在 比如说以前你可以跟五十个人六十个人一起meeting 然后在那边做销售 现在不能的 你不可以再跟一群人在一起 所以你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比如说用social media 用live 或是一对一 第三 不要懒惰 要更加全力去做工 然后要用对的方法 刚才我所说 对的方法就是 可能你就要一对一去见人 以前你可以五十个人见 你用两个小时去见 你就可以cross十个六 现在可能你要见十次二十次 因为你是一个一个见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做 所以你不可以懒惰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能力 OK 第四 这个很重要 要跟家人多在一起 因为家人会给我们正能量 因为当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舒服 要跟他们多在一起 得到更好的正能量 最后 想提醒大家 就是 你需要每一天都要运动 能的话一个礼拜三四次 因为当你运动 你就要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好的immunsystem 我们来抗议 然后第二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mindset 调整到正能量出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 大家一起来抗议 加油 给蛋 乱